他们咱们到现在的位置 路由呢就讲解完了 我在刚刚的讲解的过程当中 从来也没有提到路由这个词语 对不对 那什么东西叫做路由这个词语呢 我接下来把这个路由这个词语 这个词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功能再讲完也了 这个时候你再去接它的概念 那就很好说了 来把这个电脑打开 他们什么叫做路由 还记得路由器吗 什么叫路由器 一种特殊设备 能够链接两个或者是多个网络 对吧 核心的特点路由器有两个以上的网卡 一个网卡可以接收数据 然后CPU从这个网卡里面 收到的数据放到内团 又因为这个设备上有两个网卡 我接下来把内团里面的数据 从另外一个网卡里面发抖 发抖之前改吧改吧东西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解了 好像在讲解这个过程的时候 说到了有个东西变 有个东西不变 一脸的茫然 就是这种状态下去 麦克地址是 每两集之间进行发生变化的 原麦克目的麦克在变 但是IT是不是指明了 你这样的这个道路了吧 我要来给大家打个比方 我回北京 我得开着车回去 没有GPS导航的话 我得一个个路口 我得问呀 对吧 路由器呢 它的特点呢 就是来数据的转发 你来一个 我接下来 根据你的目标地址 我进去给你区分 我转给谁 这是路由的你的作用 就是转 那么什么叫做路由 在这个地方的同学们 咱们这个功能已经体验出来了 请问是否我在这个地方 做了一件事情 虽然代码比较少 但是最终我做了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当你来一个字符串的时候 我让你调哪一个函数 当你来一个字符串 请求的时候 我让你调哪个函数 请问是不是这个地方 这句话决定的了 什么东西叫做路由的功能呢 来一个根据你的请求不一样 最终我让你去调用的地方不一样 这就是路由功能 听得清楚了吧 就很简单 这就是路由 来的index.py 去做这个 来了center.py 去做这个 来了login.py 去做这个 这就是路由 实现路由的核心原因 是不是就是用到了映射了吧 就是咱们这个字符串里面 其实那个你可以认为就是映射了 路由 这就是它 来一个请求 我让一个东西为你服务 服务就让谁为你服务呢 我这个地方决定了 是吧 这就是路由的功能 就行了 核心点 技术就行了 一个道理 请求过来的时候 我调用谁为它服务 谁来安排 谁来决定路由的策略来决定 这就是路由 听懂我意思了吧 OK 好了 那么路由呢 咱们刚刚就说的这个东西 就是通过带有攀入装置器 最终实现 实现 这就是路由的策略来决定路由 这就是路由的策略来决定路由